我觉得中共启动这个M503航线 在它来讲说是因为民航的需求 但是我们关照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中共的比方说基建的绕台的这个航行 那么看起来就是不断地在企图压缩台湾的空域 那么让台湾这个越来感觉到国防的压力越大 那么M503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靠近 所谓海峡中线的这么一个航线 那么过去在2015年曾经两岸为这个事情曾经讨论过 那么当时中共也让步表示说 那么不暂时延缓启用 那么只开了这个就是北上的这个北上的这个航线 那么现在呢就是它不经过这个协商就再一次的南下 我认为这个中共应该是有这种就是测试的意图 这个测试呢一个测试台湾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测试美国的这个态度 那么在测试的结果当然最后它就是无形中就突破了 所谓海峡中线这个东西 那么海峡中线过去设置是台湾方面的一个 一个等于是对国家安全防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现在如果假如万一在这个经过这个503航线的这个运作之后 将来在海峡中线这个概念上逐渐模糊化之后 那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空域的话 或者是在海上天空的这些防卫啊我想都会面临